綠油瓦院首日派表以及開放示範單位給市民參觀 防協位於長收環的綠油瓦院辦事處 全日都人頭湧湧 在高峰的時候 市民要等超過一小時才入到示範單位參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也有到場參觀 他說市民反應熱烈反應項目有一定的需求 不過其他治安心項目會怎樣推行 就要等政府重新檢視計劃之後才可以公佈 政府是會重新檢視原來的治安心計劃 但我們大前提 原本這個治安心計劃要照顧的對象 即是月入四萬元或以下的人士 我們會繼續透過一些資助方式去回應他們的需要 至於原來撥給治安心的土地 當然我們會適當地處理 在有決定的時候我們會公佈 但大原則都是以售賣為主的 參觀完示範單位的市民就認為 單位的間隔實用設計良好 不過怕買樓花會虧錢 價錢就OK 現在的市場來說 因為它不用補地價 暫時不用補地價 價錢都可以接受 樓花兩年後 我想會有機會跌 因為加息 樓價會跌 所以會考慮一下 也有媽媽來幫兒子看樓 認為單位的設計不好 管理費又比其他屋遠貴 買私樓好過 不臭 我買私人樓也不用這些管理費 管理費太貴 管理費太貴 而且一房沒有窗 私人樓都有 而且它不是便宜的 一房子有350萬 我還沒計算 我買出去 我都要補回30%的地價 我會覺得私人樓會便宜些 房協主席烏滿海就強調 管理費是以用者致富的原則 根據屋苑的設施和公共面積而定 不可以和其他屋苑亂作比較 其實我們定管理費 都是以用者致富的原則 而是以用者致富的原則來定 這個也是考慮到 在屋苑裡的公用地方 設施 然後它的管理方面 和費用 然後做一個評估 當然管理費 也會不時檢討和調整 但大原則 都是以用者致富的原則來定 陸遊雅苑提供一房、兩房 和三房合共988個單位 售價介乎245萬至510萬 市民可以到房委會和房協 旗下三百多個派表處 拿申請表 陸遊雅苑會在今個月28日 至明年1月18日接受申請 房協預計最快在明年2月公布抽籤結果 而中了簽的市民最快在4月就可以選樓了 香港紛紛電視機 就一月明言過度